来到这的人都逃不过电行 为了减少囚犯的痛苦 狱警会把他们的头发剃掉 然后垫上一块浸湿的海绵 这样电流就会迅速穿过大帽 让囚犯能减少一点痛苦 这天监狱里来了位特殊的囚犯 一双硕大的脚掌伸出 汽车都在不停晃荡 狱警们都被他的体格震慑到了 因为一旦他反抗起来 四五个人都不一定控制得住 然而旁边的官二代却不知天高地后 主管保罗赶紧呵斥他闭嘴 他不想刺激到这个大块头 保罗抬头望去 发现这幅壮硕的身躯上 竟是一张慈眉善目的面容 他告诉保罗自己叫科飞 大家可以叫他咖啡 并询问保罗晚上是否会关灯 因为他睡觉怕黑 旁边的狱警都笑了出来 咖啡望着保罗伸出了手 保罗能感受到咖啡的真诚 直觉告诉他中间一定另有隐情 于是他找到咖啡的档案 原来不久前 镇上有两名女孩离奇失踪 众人找到他们的时候 二人躺在浑身是血的咖啡怀里 已经没了呼吸 咖啡就这样被定义为凶手 保罗对这儿戏般的定罪充满了怀疑 尽管他是行刑人却心地善良 牢房与刑房之间有一条过道 每次囚犯行刑前都要通过他 于是保罗命人把他刷成绿色 这样可以尽量安抚囚犯 渐渐的人们把这条过道称为绿里 但疾病并不会因此而远离保罗 每次上厕所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经常半夜都会疼醒 某天监狱又来一个新的囚犯 他双目无神一脸痴呆 正是这副模样骗过了狱警们 可咖啡却让保罗多加小心 果然下一刻马上原形毕露 威廉勒住一名狱警的脖子 保罗跑上前去支援 却被威廉一脚踢中下体 这下疼得他几乎晕绝过去 好在门外的同事及时赶来 这才及时解决了危机 看着疼痛难忍的保罗 咖啡不断呼唤他过来 囚犯一把抓住狱长 另一只手伸向他的裆部 旁边的犯人不断呼救 这时电灯不断变亮 随后咖啡放开了保罗 嘴里不断咳嗽 接着从嘴里吐出一大团黑虫 保罗惊讶地看着这一切 询问他做了什么 说完咖啡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保罗半信半疑地来到厕所 接着一股久违的顺畅感传来 第二天为了感谢咖啡 他特意带来了几块玉米面包 威廉看见后也吵着要吃 保罗正准备上前安抚他 却被他吐了一脸口水 保罗却没有过多计较 一天天过去 监狱又来了的新成员杰瑞 他和囚犯戴尔成了好朋友 每天都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不时表演个节目 监狱里也传出更多的笑声 可关二代却想弄死老鼠 虽然同事都看他不爽 可爱于他是州长的儿子 大家都选择了姻缘 这天正在巡逻的关二代 忽然被威廉扣住脖子 双手还不停地在他身上乱摸 越是欺软怕硬的人 往往越是记仇 行刑的前一天 戴尔请求保罗在他死后 能够帮他照顾好杰瑞 保罗答应了他 可这时杰瑞却跑了出去 关二代扬长而去 戴尔绝望地哭喊 众人都还沉浸在悲痛中 咖啡伸出硕大的手掌 保罗将死去的杰瑞递给他 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 又是一大团黑虫从他口里飞出 杰瑞也死后重生 很快戴尔的刑期来临 保罗找到关二代 让他执行完这次电刑就滚蛋 可他对上次的事还怀恨在心 于是故意没将海绵打湿 这也让戴尔在行刑时 没有被电流迅速贯穿 而是痛苦地惨叫起来 众人察觉时却为时已晚 牢房里的咖啡也在不断颤抖 似乎是感受到了戴尔的痛苦 狱警们再也忍不住揍了他一顿 并把他关进了小黑屋反省 这天保罗带着属下出来野餐 却意外得知上级的妻子得了脑癌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咖啡 晚上几人趁着夜色 居然把咖啡偷偷放了出来 看着妻子被囚犯亲吻 警长却不能上前阻止 可下一刻 妻子的嘴里开始吐出一团气体 房间竟然也开始晃动起来 而这些都被咖啡吸进了体内 妻子的气色慢慢恢复正常 咖啡如往常一样剧烈咳嗽起来 但这次却没有吐出黑虫 仿佛卡在了喉咙里 事后他被送回了监狱 途中却被威廉抓住了手臂 咖啡的身体一阵阵抽搐 好像亲眼目睹了什么人间悲剧 脸上也露出了悲痛的表情 众人赶紧把他扶回牢房 但这次他的状态很不好 仿佛被东西噎住了一般 接着保罗和同事去解决另一个麻烦 他们放出了官二代 让收拾东西感觉滚蛋 可当官二代正准备离开时 咖啡却一把抓住他 张嘴把黑虫全部吐进对方嘴里 之后官二代仿佛丢了魂 他缓缓走到威廉的牢房前 掏出手枪对着他连开几枪 众人上前阻止时 威廉已经凉透了 保罗质问咖啡为什么这么做 咖啡没有回答只是伸出了手 当保罗握住他的手时 他才看到了事件的起因 原来当初咖啡怀里的两个女孩 正是被威廉残忍杀害 咖啡想救他们却被冤枉成凶手 他告诉保罗自己能感受到世界上所有的痛苦 知晓真相后的保罗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但他没办法为咖啡讨回公道 行期将至他问咖啡想吃什么 或者可以找个神父祷告一下 可保罗最想问的是 需不需要他们帮助他逃走 可是咖啡却拒绝了他 行刑这天保罗几人一脸沉重 但咖啡却和狱警们开起了玩笑 他们穿过这条长长的绿色过道 来到刑场他能感受到 女孩家属对他的恨意 保罗几人却看着他 另一人也早已泪流满面 行刑的时候 咖啡请求不要给他戴上头套 因为他害怕黑暗 保罗同意了 但他怎么也说不出行刑那句话 他上前握住了咖啡的手 正如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 随着电流穿过咖啡的身体 众人再也忍不住了 经当怒目所以降服妖魔 菩萨地媒所以普度众生 上天派咖啡来拯救苦难中的人类 却发现人间处处是修罗 最后他带着满身的失望离去 从此保罗也永远地离开了监狱 多年后他把这段经历 讲给了一位老太太听 但他的眼神中透露着怀疑 于是保罗带着他来到一间木屋 一只行动迟缓的老鼠爬了出来 没错他就是重生的杰瑞 咖啡把自己的能力分给了保罗和杰瑞 尽管寿命被不断延长 但却要忍受着亲人的离去 以及无尽的孤独 也许这就是上天降下的惩罚 惩罚他亲手处死了下凡的天使 影片也到此为止 电影《律里奇迹》上映于1999年 与萧生克的救赎的导演是同一人 其教育易与萧生克的救赎相比毫不逊色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看原片 真的很推荐大家去观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